民国的官员贪污腐败吗 这些官员的腐败又到了什么程度呢 唐纵日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说安阳县的县长贪污腐败 被民众告发 省主席刘志就亲自提审这位贪污的县长 哪成想啊 这位县长是理直气壮 说我这个官啊是花钱买来的 我要是不贪污 那我不是赔本了吗 而且人家这位县长还提供了买官的收据 是省府秘书长张廷修开的收据 结果就把张廷修找来了 张廷修的仪太太手还真就有一个账本 账目上也查到了人家买县长的这笔钱呢 这一下子就连省主席也没有办法了 当时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属于常态 蒋在日记里写道 说官员贪污这些事 文之残皇无地 不知所指 他也没办法呀 1928年 外国记者乔治·凯索尔斯基就写了一篇文章 说民国这些官员哪怕是以前很穷 只要一当上官 马上就变成富翁 说他们在南京啊 有很多漂亮的房子 有汽车接送子女上学放学 有的官员呢 还嫌南京死气沉沉 需要去上海度假呀 钱多的官员也都在上海租界地 自己盖了房子 1930年大公报发文 抨击民国政府腐败 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先惩治一万名官员 把这些人当作典型 1944年 赵和庭在大会上发言 说山西查腐败 查了一个月 就查出了一千多件案子 只山西一地就这么多 那全国还了得吗 为了治理贪污腐败 1931年就成立了监察院 监察院办理的贪污案件 涉案官员六万九千五百人 可惜呀 真正遭到起诉的只有一千八百人 就这一千八百人 被罢官的也只有十三人 监察院形同虚设 根本就没起到作用 总之民国没有建立起 独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腐败现象普遍 1948年11月24日 蒋在日记中写道 党政军干部自私无能 散漫腐败 不可救药